仲达大军已经抵达曹操外围的关口,仲达只派出黄师虎一人,让曹军赶到蒙羞。 因为仲达想依靠一人就打算攻下城门,城主下令把他射成马蜂窝,这也阻止不了黄师虎的前进。 他来到城门举起武器,一击便把城门击碎,曹军们就像豆腐一样被绞碎。 就这样,黄师虎轻易地就把城池攻陷,回到许都后宫,妃子们都在说祁风没被皇上叫过,传言是皇帝讨厌他,同样好久没被皇上宠爱的狐妃找他聊天。 他说皇上正在秘密宠爱某个女人,很有可能是龙娘娘。 到了晚上,祁风查窗后打算等待皇上的出现,他如此冒险也是想为智狼做点事。 等他看见皇上进入祖庙后,便想离开时,竟然被巨猿给偷袭。 而另一边,智狼在临走前收到祁风的信后便大感不妙,信中就是关于调查真诚的事情。 智狼担心祁风联盟潜入宫中,随着一丝恶臭的气息,他找到了祁风与巨猿。 祁风看起来还活着,这让智狼非常自责把真诚的事情告知他。 智狼四十也要把祁风救下,只见巨猿把祁风丢回给智狼。 他想利用智狼借助祁风的空隙来攻击。 智狼借过祁风后被拍飞,巨猿以极快速度追加第二次攻击,那可把智狼给拍懵逼了。 智狼被摔了好几次,差点就断头了,只好认真起来。 一段连招加上敲打头部都没能伤及巨猿分毫,那么就只能用线素了。 智狼不断把巨猿摔翻,搞得巨猿都慌张起来,被智狼一发掀气发净直接震碎内脏带走了。 就在智狼要撤退时,竟然又来了两只巨猿,智狼已经受重伤,这种情况是打不过的,还要一边保护其风。 突然一把剑制止了巨猿,原来是那个杀手,他不允许自己的猎物被抢走,杀手也想抱回上次的仇。 他冲向巨猿送上两脚,然后站在空中,等巨猿跳上来时丢出毒针,还是被他们用手挡下了。 杀手让智狼快走,那些真的剧毒不足以杀了巨猿,智狼得知杀手的名字唯无呼后便离开了。 绍和的出现让巨猿们都冷静下来,随手便把死去的巨猿给复活。 随后智狼得知真诚何有可能就在汉地庙里。 皇上得知仲达已经突破曹操边境关口,同样他也畏惧着仲达,得想办法提防仲达了。 他说到在见到真诚那一瞬间一切都变了,真诚的伤虽然痊愈了,还是紧闭双眼,就像在等待龙之子的到来。 他不允许任何人把真诚抢走,就在这时智狼闯入他的房间要讨回真诚。 皇上被吓得全身发抖了,为了镇定只好用剑插自己大腿,随后便朝着智狼攻击。 其风在为智狼祈祷,被一旁的少伯嘲笑祈祷什么的都没什么用。 聊着聊着,少伯便便回真身就是大患。 他很感谢仲达把破皇之力宣传下去,原来少和是大患的徒弟,他的不祥的治愈能力也是大患所看重。 仲达也感知到智狼已经开始行动,看来他们在酝酿着什么计谋。 回到皇上那边,他不断挥刀都无法触碰到智狼,他越想越气,于是体内爆发出红色龙的气,那就是破皇的种子。 是飞虎想利用智狼让皇上破皇的种子盛开,让他成为第二个暴君英咒王。 但仲达却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,好像有另一股力量在行动,就像长江之战那时候一样。 皇上被智狼点穴,动弹不得。 智狼打算利用暗室问出真诚信息时,皇上利用其破皇之力挣脱了。 智狼打算封印其破皇之力时,徽章却发出光明,随后由雷形成的龙出现在上空,直接披上汉帝庙,智狼也感觉到什么而选择离开。 智狼所在的汉帝庙就这样被大火吞噬,智狼却毫发无伤地从火中走出来。 智狼把他给唤醒,实际已经成熟,神龙把自己的力量传授给智狼,智狼就这样无视掉下的碎片走了出来。 而且他一眼就看出眼前的是众达的伏兵,智狼却治愈了他们的伤。 因为他知道士兵们还追求这正道,所以怎能放弃他们。 士兵们赶到后,真诚赶到一阵头晕便晕倒了,因为他把剩下的力量拯救了眼前的敌人。 此时智狼也已经赶到,左晨和右晨打算把真诚交给智狼,他们想报真诚的救命之恩。 皇上赶来,立马下令士兵们把智狼给杀了。 左右晨竟然为智狼开路,皇上就这样看着真诚被带走,这也算是达到了重达他们的目的。 大患却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顺利,他感受到真诚那股巨大波动,他认为真诚很有可能可以改变时间。 如果是真的,重达的全部计谋都会被破坏。 智狼他们差不多逃到出口,却被马超给拦住,智狼也被眼前的武神所震撼。 而马超早就想与虎包齐的名人较量一番了。